以色列跟巴勒斯坦武裝組織哈馬斯 大戰烽火連天 但打了五天後 台灣對以色列的旅遊警戒 還是不危險黃燈 十二號也慢慢改成橘燈 根據外交部燈號規定 紅燈才代表警示不宜前往 成黃燈則是要你自己考慮要不要去 離譜的是打仗五天的以色列 竟然跟日韓 新加坡一樣都亮黃燈 像是美國等各國早就將以色列列為 旅遊警示紅燈 各界痛批難道我國外交部還在睡大覺 要不要去把這個燈號調高呢 事實上我們已經調高 以色列跟加薩走廊其實是分開列燈號 加薩走廊這邊我們本來就是紅色的 外交部只把加薩列為紅燈 以色列維持橘燈 告訴大家還能去 但網友嘲諷那台北打仗 美國人會來台中玩嗎 如果日本東京被轟炸 你會說還有大阪北海道可以去是不是 難道是因為美國大哥挺以色列 所以台灣配合亮政治燈號 這是一個外交表態的燈號 美國還有歐洲很多國家 無條件的支持以色列 所以我們基於外交的考量 所以我們對以色列釋出了極大的善意 這是一個政治性的燈號 而各國陸續展開撤僑行動 包括美國十三號手班撤僑班機抵達以色列 但是台灣大官雲旦風輕的說不用撤僑 空路的這個交通其實都還是維持順暢 目前還沒有考慮撤僑的問題 昨天連以色列首都機場都被攻擊 請問一下機場被攻擊代表什麼 代表你現在要撤僑搞不好都晚了 情況都已經演變到這種程度了 外交部好像完全不知道發生什麼事一樣 包括泰國也撤僑 韓國也撤僑 台灣為什麼膽子這麼大 這麼危險的地方你不撤僑 難道等到當地台灣人正遇上戰火 還要自己趕快訂機票 記者張宥慈 王志恒台北採訪報導